好了,我们就准备回来圣经证读 好了,我们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传识 在这里我们看到子和他神圣的一个证明 其实主耶稣就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实话 就提出五个重要的证人来 就要指出他和神是平等的 首先第一,耶稣自己的见证 我若是为自己做见证的话 那我的见证就不够真了 本节就讲到,单凭自己宣称做凭证的话 就似是不够有力 所以他并不是说自己不能为自己做见证 而是说凡法定的证明都要讲证据 法庭式的证据 所以必须是靠其他证人的证词才能够成立的 好了,然后就讲就是另有一位的见证 这里讲,另有一位被我做见证 我也都知道他被我做的见证是真的 猜我来的父也都为我做过见证 你们从来都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也都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传在心里面 因为他所猜来的你们不信 好了,主耶稣指出还有另一位 但是这个另一位原文是指童质的另一位 来替他做见证 那这位是谁呢? 作者在这里暂时不宣布 屈输多无及多人 就将他当作是施世约刊 但其实这个字的用途是否定这种解释的 原来他就是五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负 而这种说法几乎所有个学者都是持这种意见的 所以说这个另一位其实就是指向天父 好了,父怎样为子作证呢? 父是用他的声音的 我们可以看到马帝福音三章十七节 而用他的形象的话就好像是道成肉身 所以用他的道就好像是旧约 但是人对父为子所做的见证实在太过眼瞎了 好,所以接着我们就要看第三个见证就是施世约刊的见证 就是说你们曾经警察到施世约刊那里 他为真理做过见证的 其实我所受的见证并不是从人那里来的 但是我所说的这些话是为了要救你们的 约翰曾经是点亮的明灯 而你们是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的 好了,这里其实都是指向那帮施世约中派的 而施世约翰曾经是为主做见证的 其实他的见证是有神的授权 并不是从人来的 他是曾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原文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就是指施世约翰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或者是监里面完成了他的工作 所以是曾经点着的明灯 是为真的光来做见证的 但是人是情愿喜欢他的光 就不爱过真光的 第四就是耶稣工作的见证 耶稣就说 但是我有比施世约翰更大的见证 因为父交了给我要所要我去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 这个就见证我是天父所差的了 好了 这个工作一致就是本书出现了27次 这个字可以用在人或者撒旦身上 但是当用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 就可以解作为神迹了 那主耶稣的工作 比起施世约翰的见证就更加大 因为施世约翰只是用口来证报 他就从来都没走过一件神迹的 但是主耶稣除了讲神的道之外 更加用神迹来证明他有天父差派的权命 好了 最后就是第五的圣经的见证 上文说的神的道是神两种见证之一 神迹就是第二 这个见证就是关乎永生之道 而这一道也是犹太人经常查考的 好了 犹太人却是不领受这个见证 可见其实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神的爱 因为爱神的人必定是有爱神的道 而他们反而去接待其他人 只是喜欢人间的名誉和荣耀 却是弃绝了人子 他们肯相信摩西的话 他竟然不肯相信摩西所写 有关于弥塞亚的言论 因为他们太偏重于人间的遗传 以至到不信摩西所写的弥塞亚证更在眼前 亲口跟他们说话的人 所以来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作者在本章中引证几个要点 可以说是本段的中心主题 首先第一 诸耶稣在自己的地方就是本地 受到人们强烈的反对 而这些反对者 其实都是自己国家中宗教的领袖 他们的反对足以可以代表到全国对主的态度 第二 本段记载在本书当中首次的安息日事件 其实这个事件就是基督生平里面 佔有很极度重要的地位 第三 在四福音里面 其实都有辨证主耶稣是神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段其实是最清楚和最有力的了 从此 耶稣在犹太地的遭遇可以说是荆棘满途的 所以去到下一章 主耶稣就是暂时要退回去加利利稍避风头的 因为他的时候都还未来到的 好了 我们讲这一节也都讲到这里先了 之后我们仍然会为大家讲解圣经的内容 祝福大家